在11月底又完成了大小50项包括抽水站和道路等 张峰绪市长在今天下午2点钟由公务局长张孔隆等陪同 巡视了其中重要的工程 对于石台路、士林三号道路以及光复南北路等重要的道路 张市长指示各有关单位要妥善地纵实行道数 适当地架设路征 对于明泉东路口中降陆地下人行道的工程 张市长表示称赞 但是对于人行道中的环境卫生和参赛 张市长特别指示有关单位要预测特别的改善